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百分百 我是张亮 2014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每年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会请一位投资专家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今年的股市的状况 同时展望一下 未来的一年呢将会有哪些变化 那作为投资人来讲的话 您需要做哪些的调整呢 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 多元投资责任有限公司的REX周 REX您好 三文票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REX REX呢有18年丰富的资产管理的经验 您在Fidelity和汇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旗下的 投资管理公司呢 下面做过高级的主管 那现在您是多元投资责任有限公司的CEO和创办人 那REX呢今年股市呢 我看普遍都好像表现很不错 在全球来讲 基本上是在特别 尤其是美国在很多指数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您能不能讲解一下整个到今年为止 整个股市的情况呢 好 那今年全球股市其实上的表现应该算是差强人意 但是呢美国股市的表现是特别好 那我请导播上一下一张图表来说明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现在各大指数呢 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上扬的局面 只有这个小型类股表现稍微比较差一点 但是像纳斯达克它的涨幅呢 甚至超过了这个13个percent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一张图表 是比较起来就是跟其他国家来比较 那我们看到像英国呢 今年基本上还是一个平盘的一个状态 那德国呢是上涨了4个percent 那么日本呢是上涨7.55percent 可是如果你考虑到欧元贬值跟日元的这个贬值的状况的话 如果以美国的投资人来投资这些股市呢 如果扣掉你汇率的这个亏损呢 其实上市没有赚到钱 就是说一个持平的 那我现在发现这个图表里面 就是上海的综合指数 它今年最近的时间突然上涨得很厉害 为什么是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中国的股市当时是表现是最差的一个 那今年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的反弹呢 好 那今年其实全 那个中国的股市 其实在上半年 表现其实并不是很好 因为上半年的时候呢 中国经济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衰退的一个情形 然后再加上这个制造 工业生产是处于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那时候包括甚至人民币都有贬值 都有一段时间是贬值的 那但是到下半年 这个工业生产开始慢慢复苏上来了 然后呢再加上呢 就是在两个礼拜前 就是上上礼拜五呢 中国人民银行意外宣布降息 就调降他们银行的这个融资的利率 从0.4%到5.6% 那这个降息的措施呢 再加上这个中国证监会啊 就是在年底前宣布不会再发行新股 所以等于是说资金增加 但是这个筹码没有增多的情况下呢 这股市就做出一个喷出的行情 那降息的话就是把一些人就会刺激一些人 把资金从银行里面拿到投放到股市里面去 对 因为这个存款利率跟这个融资的利率 两个都是同步是往下走的 那当然呢 可是在这段时间呢 我有注意到说 它的股市因为飙升得非常快 所以现在这个 比如说在前这一两个礼拜 从宣布降息来 股市的涨幅已经超过10% 那在这段时间 我有观察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指标来讲 就有一点点过热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指数叫做RSI 相对强弱指标 通常这个指标呢 就是在州的相对强弱指标 如果在70以上 表示股市有一点点过热 那么现在这个上海这个指数呢 已经来到85 那现在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 在这个指数来讲 它是什么水平呢 大概美国的话 现在大概是在65左右 其实也蛮濒临在上元 不过目前还没有在70以上 现在整个来看起来 这美国好像是在非常强势 但像其他国家来讲 是特别表现特别亮丽的一个国家 那它原因在哪里呢 那确实今年以来 这个表现呢 就是说美国是比其他的国家要强很多 那我用一个举例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可能大家会别的了解 我常常把这个全球的经济 目前比喻成这个一列 这个马力不错的火车 美国火车头 那拖着一列这个重重的外国车厢 再往上坡走 那究竟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火车头马力强到 可以把整列火车拖上山头呢 或者是因为后面车厢太重了 那使得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也跟着往后滑 那现在就是在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去思考 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那我用几张图表来跟大家做个举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 就是我们首先先看看这个美国的火车头 是不是表现得够好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近期公布的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数据 都蛮不错的 包括这个就业成长 非农业就业人口呢 每个月都是在20万人以上 在20万人以上呢 表示一个好的数据 那在失业率也持续往下滑 那现在已经来到5.8% 然后呢 在现在它的这个像这个ISM指数 有点像刚才这个采购经营人指数 这种的指数 那也来到58.7% 这个数字在50以上呢 就代表的是一个景气在一个扩张的阶段 在50下就是收缩的阶段 那这个而且你看到通货膨胀 又在1.7% 也在2%以下 所以也是在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 但是景气呢 持续扩张的阶段 你可以看到第三季的这个美国GDP 甚至往上修正到3.9% 那刚才说到这个采购 消费我想起一点 就是消费 但是在好像在最近一个感恩节 黑色星期五的周末的 消费的好像是比去年是降低了 是什么原因呢 对 那个期间是确实是 就是感恩节假期的销售 是降低了11% 但是普遍来讲 大家认为是说 那是以前了 因为消费都是集中在那个时间 那现在事实上是在 这个break friday之前 就很多商家已经开始展开促销活动 在感恩节到六感恩大餐 他没吃的时候 六点钟就已经开始 有些很多的促销活动 对 这包括网路上 也很多的促销活动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叫做break friday 叫做break november 你要看整个月的数字 不能看一个周末的 是 现在的 所以那个比较这个 那个销售数字的代表性 没有像过去的那么的强 那我们再讲到美国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张图表 我讲一下这个其他国家 目前的一个经济的情形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图表 就是有关于这个欧洲的这个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 从去年这个走出衰退来 可是现在的经济成长 还是一个相当的温和状况 今年只有成长0.8个percent 但是我听说最近欧元区 欧洲央行 也打算推出像美国的QE这样的政策 是 所以这个刚好这个ECB的这个总裁 也是比较属于鸽牌 他是说whatever it takes 就是要怎么样来振行 欧洲的这个经济 所以确实他也开始推出 包括在5月以后 就开始推出一个负利率的政策 所以现在欧洲的银行 要把钱放在这个ECB 还要负0.2%的这个利率 负利率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包括这个ECB 还要宣布还要再收购其他的这个资产 就是有点像美国这个QE的这个政策 也要推动出来 那希望能够有效地把整个欧元区的这个通货膨胀 可以把它刺激起来 那这是有关欧洲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本的部分 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我们再请Rex来讲讲 日本为什么在去年上涨40%之后 再突然今年开始降温的原因 OK 好不好 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生活百分百 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全球股市的状况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多元投资责任公司的创办人 Rex Joe 周伟先生 那Rex 刚才您说到日本对股市 现在你把美国的股市比作一个火车头 再带动其他国家的在往上爬 爬这个坡 那刚才提到了欧洲的情况还有日本情况 但是刚才您继续讲日本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是 日本本来在去年这个安倍经济学的这个状况下 其实它去年表现是蛮好的 但是到了今年第二季的时候 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是 是最好的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第二季开始 就是4月以后以后 因为它调高这个营业税 从5个percent调高到8个percent 所以一下子就让这个整个经济冷却下来了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调高这个营业税呢 而且调幅度很大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过去 它人口老化 所以社会福利的支出越来越大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裁员的话 那未来的话等于是说 政府的财政赤字会任行的这个恶化 所以必须要有增加裁员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调高营业税呢 就变成造成了这个市场很快的一个 就出现一个急速的冷却 那在甚至你已经看到这个第二季 第三季就出现一个衰退 因为在经济学上呢 只要连续两届的这个衰退 我们就称为这个国家进入的衰退期 就recession 对 recession 那所以呢 安倍也看到这个情形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 是这个反对这个调高营业税的 那现在就借着这个情形呢 他就宣布了内阁改组 重选 希望由民意来支持 能够把这个这个调高税股 再往后拖延18个月 那所以这个状态呢 就是使日本股市呢 因为他这个政策啊 就是宣布希望能够推延18个月 所以最近的市场 也在这个利多消息下 又开始往上涨 但是这个短期的一种反应而已 要看最后就是说 真正他的这个经济刺激 能不能真正的 就是把经济能够恢复到正的一个增长 这个是在长期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今年也不是只有欧元 日本的问题 还有中国其实经济也是一个 实现一个减缓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读票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中国经济啊 我们都说是保八 现在啊7.5都保不住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经济成长率是7.3个percent 也就是中国经济 事实上是处于一个 比较slow down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个比较slow down状况下的话 其实对于全球的这个原物料啊 的需求就会降低 那包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矿产啊 甚至石油啊 这些需求都是下降的 那对这些原物料的生产国呢 都会形成了一个压力 对 特别是在中国 就要在华尔街日报报导呢 在河北省一个省 它的粗钢的产量是超过美国的两倍 对 所以它的这个确实铁矿沙拉 用量也是全世界超过一半 所以确实是它的这个景气的衰退 就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矿产的这个需求 对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会有印象 是 对 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股市啊 就是说这个火车头 现在一直带动着整个其他世界 欧洲 美国 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在往上爬 那这个火车头到底有多强劲 能够持续多久 那很多人担心这股市会不会做一个 一个在物极必反嘛 都是觉得你在美国股市在创造这个新高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调整 如果有的话 哪些因素是我们值得关注一下的 对 我就这些风险 我就用刚才那个举例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就一个火车 拖着这个一节重重的车厢 所以它的风险有几个 第一个 就是这个火车头本身的马力突然失速 那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美国的经济看起来体质是蛮不错的 但是就怕碰到一些意外 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第一季 美东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寒冬 对 当时整个经济 很多工厂都停业或者怎么样 就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对 甚至那时候的这个美国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 甚至到了负2.9% 就是突然一个急剧的冷却 那当然这种情形也是有可能 就是说万一是有寒冬出现 是不是会使我们原来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开始减缓下来 这是美国火车头第一个 这个部分要注意 第二个就是说后面这个车厢 刚才讲这个负载是不是可以减轻 那我们知道刚才已经提到了 很多个国家都在做各种不同的措施 希望来振行他们的经济 那是不是真的有效 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要持续的追踪观察 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想用几个图表 让大家来感觉一下说 到底我们要追踪哪几个重要的数字 那首先来看下一个图表 就是德国的制造业指数 因为欧元区的复数 德国是龙头 那这个我之前提过 这50以上代表景气在扩张 是个分界线 对 50以下代表是在一个收缩的状况 那么在9月大陆还有印象 我们全球股市出现了一个回档 其实跟这很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IMF 就是发了一个经济减缓的预警 那其实是有看到这个德国 欧洲的经济减缓 出现了衰退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看到德国在9月份的时候 它的这个PMI指数跌破50 那么在10月份的时候 又上来到了50以上 但是到了11月份的数字 就是前两天刚公布的数字 又跌落了这个50以下 所以这个数字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 再回到50以上 那么这个就表示在欧元的这些 这个振兴的措施 还没有很有效看到成效 而且德国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 欧元区的情况 对 因为德国是龙头 它的体制已经是最好 如果德国人家没有办法 这个有效带动上来的话 那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讲 那当然这是德国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 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车厢 是不是可以加挂引擎 就是中国 那我们来看中国这个 也是一样看同样这个PMI数字 请看下一张图表 那这个中国的PMI的数字 这个有一个叫HSBC Fresh PMI 就汇丰银行的中国制造的 对 制造业的这个采货经营人指数 那一样它50也是一个分界线 那么这个通常 这在50以下的时候 中国的股市通常都表现不是太好 那像今年1月到4月 这个数字就在50以下 那时候呢 这个甚至股市就不振 然后人民币甚至还贬值 那么5月以后呢 这个数字又回到了50以上 但是最近公布的 也就是上个月底公布的数字 这个数字刚刚好在50整 也就是在这个边缘 就是刚好在这个 这个多空交界的边缘 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 它最近为什么要这个降息 做出一些措施 是因为眼看的这个数字要往下走了 提早做动作呢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是我们后续需要持续观察 其实不单是中国的 在欧洲 在日本 刚才已经提到 都是在提前做一些动作 我有种感觉 不知道Rack Road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它全世界经济的话 整体上都有种危机潜在存在着 包括美国也在内 大家都好像感觉上 就是说我把这个 Can't kick down the road 就是说我把这个矛盾 就问题的危机爆发 推迟到后面去 什么时候爆发 我们不知道 大家都在印钞票 几方面比较多 美国现在停止了 但整个感觉 是不是都有种 把这个问题 推到后面去的这种感觉呢 对 我想刚开始 最原始的时候 是美国率先推出这个QE 对 这市场上也引起 蛮多争议的 不过这几年看起来 美国这个政策 似乎确实是让美国的经济 还有效果 是 那是其他的各个国家 就开始纷纷地仿效起来 像德国 欧洲 欧元区 原来是不是那么 那么希望走这个路线 但是现在也被迫要 往这个路线走 那日本是更加大 这个宽松的这个磁码 所以确实是 好像全世界现在就是拼命 用各种不同的政策 希望把这个 对抗这个通货解说 好的 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再请REX们谈谈 作为投资人来讲 该做哪些的策略 方面来调整 好 请别走开 好 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的生活百分百 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 是全球股市的状况 以及投资人应该如何应对 那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多元投资责任公司的 副创办人REX周 REX 刚才您说到 在现在有些很多的因素 可能会对未来的股市的 变动向的会影响 当然您比喻了 美国像一个火车头一样 在拉动的其他国家 比如说中国 日本和欧洲 这些地区的 它的车厢一样的 在往上上爬 那还有哪些因素 会对这个火车 这个整个火车来讲 会有什么影响的呢 对 那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火车 这个风险就是说火车头减速 或者是这个后面的负载越来越重 那这样就爬不过山头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假如我们 其他国家的这个措施都有效 那这个后面的车厢越来越轻 那么火车头也很强健 一直冲过山头 那么这个速度可能会太快 就会引发所谓的通货膨胀 那这时候我担心 就会有人出来踩刹车了 那这个非常有可能 这有可能是哪一个 谁会出来踩刹车呢 我认为可能是美国的这个联储局 那联储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图表 就是再讲一下今年的这个 债券子利率的一个走势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今年照理讲 美国经济是往上走 照理讲这个利率应该是要往上扬的 可是呢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 这个债券子利率是持续往下跌 其实呢多少的原因 是因为受惠于其他国家经济不好的原因 因为这个欧洲不断的降息 甚至出现一个负利率 所以现在美国跟德国的这个十年期债券子利率的利差呢 就两个的这个利率的差别已经到1.5个percent 所以对欧洲的投资人来讲 他把钱拿到美国来呢 他的利息比较高 再来就是说他可能甚至 这美元又升值欧元又贬值 他赚差价 对这两边来讲 所以很多的资金就从欧元啊日元啊 就涌到了美国来了 那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美元在升值的原因对不对 反正加速了这个美元的升值 是 而且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美国的这个联储局呢 应该是在明年中 2015年中呢 是会升息的 所以如果一个是要升息 那么另外一边是利率 还是在一个宽松的货币的状况下 一强一落 那么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造成这个美元的持续的一个上扬 那所以呢 我觉得未来有一个风险 就是如果是速度太快 这个火车速度太快的时候呢 那么可能就要担心这个联储局呢 是不是会有提高利率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我想是未来可能 2015岁最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要升息的话 会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 通常一般现在的预估呢 大概是在2015年的年中 大概是在6月左右 当然这个日期 如果比这个预期的早 那可能市场就是一个利空 如果比这个预期晚 那可能市场就可以再多涨一段时间 那在2015年这种升息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现在QE的话已经是在停止了 第一步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美元呢 就是在不断地走强 那跟美元一个相反的就是石油 那石油现在美元走强的 石油就价格往下跌 那我昨天在加油站加了加满一缸油 花了30多块钱 我都简直不敢相信 我还以为也没有加满 现在85号的汽油 2块7马2在盛河西地区了 那这个石油为什么现在最近跌得这么厉害呢 那石油价格的这个下跌 当然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主要有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因素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需求 就是全球的其他国家 因为经济表现不如去年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需求比较下降 那么在供给面的话呢 等于是有美国的页源 不断地增加这个新的产能出来 所以使了这个供给不断地增加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几张图表 我们看下一个图表 我们先看这张图表 是美国西德州终极原油的油价的走势 那今年从最高点到现在 事实上已经跌幅超过了三成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表 下一张图表是全球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目前全球石油的需求 每天大概是在9300万到9400万桶石油 需求量 需求量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持平的往上增加的一个状况 那右边是这个供给图 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这个年终以后呢 突然暴震上来 那主要当然是因为美国这边这个页源的开采 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产量呢 每天可以到超过900万桶 所以呢也慢慢这个从美国以前很仰赖这个石油进口 依赖进口依赖就比较减弱很多 对现在的话这个下降很多 从以前需要400万桶 现在可能只要150万桶的这个石油进口 那所以那照理想这个供给增加 那需求呢 这个就是慢慢就变成功过于求状况 所以油价值持续的一个下滑 但最近的这个两个礼拜前呢 OPEC呢又宣布说不减产 大家本来认为是说 它应该会减产来抑制这个石油的供给 可是现在OPEC发现说 它减产没有用 因为它现在只占全球的这个石油的产能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美国也大概有 刚才有讲每天有900万桶 那俄罗斯还有一千万桶 所以它自己降 没有办法有效的降低这个供给 所以它干脆想 我不如来发动价格战 因为OPEC它的石油的这个生产成本最低 那么它的这个 比起这美国的业员的这个开采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石油都还要便宜 对 它一个是在沙漠里挖 一个在深海里转 一个在寒冬里面转 是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它想不如干脆 我那个价格 因为这个他们的生产成本可能在80块 那么如果现在油价低于80块 那很多的这个业者呢 可能就会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滑不来了 可能未来的开采就会暂停 那么如果未来开采暂停的话呢 那这个供给就会受到一个压抑 那受到压抑以后 那未来油价才有机会 这个供需平衡的状况 才会恢复上来 那所以这个石油的价格战开打呢 当然对我们消费者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们等于是荷包里面 就是直接就退税了 一般我们看到分析是说 这个相当于退了2%的这个税幅出来 那能不能就目前这种状况 其实你对未来一年的估计的话 作为投资人来讲 它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动作 能够应对未来一些变化呢 好 那我想呢 现在来讲的话 我还是一直都强调一个股债的均衡配置 就是说你不是只有股票 那你还需要债券市场 债券 那我刚才不是讲到 这个火车在过山头有几个风险 如果是火车头马力不够 或者是车厢太重 造成经济减缓 那么你在股票的这个下跌的时候 你的债券会上扬 能做一个有效的抵消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要相对的减少股票的持有量 增加一些债券对不对 我是说现在事实上一个均衡的配置 但是我倒是建议在这个时间点 你不妨持有多一点点的现金部位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股价 现在比较在 已经在稍微比较高档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P500的这个图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目前的S&P500的这个指数 现在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高远区 这个RSI呢 事实上已经到65左右 到70以上就是出现一个过热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会建议可能大家维持 大概有20%左右的现金 以预防说万一是属于 不是属于经济减缓 而是火车冲太快 那万一要升息的时候 那股票跟债券同时都下跌的时候 那你至少有一个现金部位 能够在底部做一个支撑 这是我给这个观众的一个建议 20%的现金 是 再来 然后再同时把股票相对减少 债券也是同步的减少一点点 那以预防当 如果是股票跌多了 或债券跌多了 你再把这个现金部位 去做一个补充 好 那REX呢 是华人中为数不多的 几个百分之百 fee only的这样的顾问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呢 可以直接向他咨询 那他的 您只要提新唐人的观众呢 可以还会获得免费30分钟的首次的咨询 那感谢REX今天来给我们介绍 今天分析的股市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